好 我們還沒有正式進到我們的課程 只是做一個 先做一個介紹就行了 那 好像大家也有同學 以為今天只上兩堂課 只上三堂 所以我們也可以不善途三堂 然後把這個介紹完畢了 我們也就可以一次 好 我們說 我有一個信儒畢試一下 結果我前面先介紹了愛情學 因為這個大家會比較好奇 怎麼會有這個呢 我在外面談愛情的時候 別人也會好奇 說你中文系的老教授 為什麼會談愛情呢 不是有一點發端的打不到 我說錯 這就是我們的發端 就是我們中文系學意義的教授 應該有個本堂 是我們的本分 因為愛情學 我有一篇論文 愛情學 心性學 像宋寧禮學 就是心性學 成注入網 成注入網 所以愛情學就是心性學的最心情感 我談愛情學跟一般人談愛情學 那個淵源是不一樣的 一般談愛情學第一種最普通的就是心理學 西方心理學 所以心理學者們都在談愛情 但是他們其實只能夠告訴你什麼不是愛情 什麼不是愛情 他們不知道什麼是愛情 因為心理學就是很多的心理病痛 從愛情中得到的創傷 他可以幫你怎麼樣去把它療癒 所以那什麼是愛情呢 第二種大概就是社會學 社會學就是跟中國我們原來的傳統比較接近 就就個社會的秩序觀念來談愛情 那個就不是愛情 那必要是家庭 必要是婚姻 婚姻制度是社會制度的一部分 是為整個社會制度去服務的 所以我以前常跟一位這個社會學的 也是演講的名家 我們常常會做同台的 也就叫陳愛妮 那他在談的時候 他的父弟才要結婚 因為第一 兩個人用一套家電用一種 第一根社團 對 第二 這個成立家庭 而且不要離婚 對孩子青少年的融合 都是從社會秩序跟社會利益來講 那就是傳統比較 第三種比較接近愛情 就是文學藝術家 但是文學藝術家了解的 就是我們剛剛說西方浪漫愛潮流以後的第一步 就是那個天雷溝動低火 那個浪漫出動涌現那種熱情 然後到熱情消退這一步 熱情消退以後呢 第二步就不知道怎麼走 所以婚姻是 所以婚姻是 那我談愛情學 完全就是從生命哲學 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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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從性性學的一個角度 就從人性 人性內在真正的本性本願 出發說愛情的熱情願望 什麼意思 我們這邊來講 這也是儒學的一部分 好 我們回回頭來 第一講是方法論 原來方法論喔 狹義的來說 就是現代西方文化下面所謂的學術 就是要通過這個語文文字 語言文字 那麼建構一個概念系統 用抽象的概念符號的系統 作為工具 建一個根 首先我們要去認知的一個對象 從大自然到人文社會 能夠有一種 越緊密越好的呼應關係 的一個這種學術的架構 那這個一個架構如何建立 如何才能建立一個 以符號系統抽象概念為工具 而建構型的一個統整的 不互相矛盾的 完足的沒有缺漏的一個概念系統 這個概念系統能夠跟我們想要去了解 認知掌控的這個外在的對象 或者環境 能夠有一種的一一對應的關係 緊密呼應的關係 所以記得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知識概念系統 讓我們來了解這個對象我們的環境 甚至我們可以掌控我們的環境 我們了解了電是怎麼回事 我們就可以掌控這個電 我們了解了這個熱 是怎麼會掌控這個熱等等 我們了解每一個 它只能存在的生物物 我們有生物它們的痕跡 我們就可以如何善加理論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學術 這樣一個學術就是 就是概念系統的建構是需要有一個方法的 那這個方法的根源呢 就是西方所謂數學跟國籍 科學之母啦 數學跟國籍 因為數學展示了一個純理的一個系統 這個系統就是完整的 既沒有缺漏也沒有謀論 當然如果到人文 它很難能夠達到這樣的沒有缺漏 那麼絕對 就是盡可能接近 好 那這個是西方的 那我們剛剛說了中國 我們向來都是這種體驗 所有的文字這個寫下來的 都是那個歷史的成績 是那個體驗者的經驗紀錄 而不是從那個經驗以後呢 能夠抽出裡頭的一種理來表示 那當然儒學過去也講了理啦 天理啊 然後理學那個也是理啊 太極之理 同體一理 但那個理是一個不可言說的 最高的理 那落到這個生活中 是不是有個吃一層又吃一層的理呢 那這樣一個理跟那個最高的天理 你之間是不是能夠聯繫是有脫節的呢 那這個落下來的時候呢 我們容易形成的最有兩種理 一個就是行為規範自理這個道德教堂 可是道德教堂跟那個最高的天理 它怎麼連得起來呢 那這個是落到整個道德生活的上面 而不是落在學術的 落到學術上會出現什麼理呢 只有文章之理啊 所以韓語呢 本來也是因為道上千載嘛 從這個漢道堂 這個去指導人生的 都不是儒家的道理 而是佛教的道理 真正的那個理已經不見得千年 所以它要從賢召回 引斷的理 這個理呢 它設想是姚順與唐文汝周公 然後到孔子 孔子到孟子 孟子死了就斷掉了 課子死不得其傳言 到了漢林邊學 那個儒學都不是真正的儒學 是陰陽家或者法家化的儒學 法家化的儒學就是利用了儒家的名號 建構出來的只是道德教堂 這個道德教堂是不是真的能夠更天理 接不見 不知道 那現在呢 韓語要重新把這個能夠借得上天理呢 如果找不回來 這個道德教堂就會已經到後來也是你教室了 可是呢 韓語有這個心願 他還沒有找到 他說這個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 他以後的通通都是提格備入 的六朝精神 所以呢 韓語呢 細節一個新的願望 就叫文起八代之帥 稻記天下之膩 結果他以一個人來開出兩個傳統 一個就是理學傳統 那真正要通過一種生活的體驗 跟超越的懸思 去重新找到孔弄的那個道 那這個後來宋明理學 可是從非三代兩漢之書感觀 要回到經書 也落到這個文字語言的城市 那這就是所謂的古文運動 古文就是三代兩漢之前的文 最後這個道文以再道 也是從韓語開始 可是文以再道是什麼道 最後變成同城派 就是文章結構之理 起程轉合 而不是孔弄那個所謂的道 那所以這個韓語 當然他有這樣的一個自覺已經很了不起了 以一人之三開出兩大傳統 兩大運動也是不容易 所以到了今天 對於這樣的一個道 宋明理學我們還是總在體驗世界 那我們剛剛前面說 沒有一個人與跟人之間做一種意見交流對話的 要穩定可靠的這個抽象概念系統來協助 最後呢只能夠呢是他的經驗的紀錄 而不是一個哲學的理的誠心 所以我們在今天的信儒學呢 有必要補強這一部分 就用文字語言形成一個概念系統 我們用探討的 探討的 就是原來要在生活中實踐體驗的那個道 那個道是如人也水冷暖自知 那要怎麼去跟別人說 怎麼一起討論的時候 用什麼呢 那不是各說各話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新儒學 它的一個課題 那邊課題是我們要對於 去談論傳統的道德生活的內涵 我們的心性的內涵的體驗的 這個語言文字要怎麼寫 不像今天語錄 或者說是整個生活的紀錄 或者老師說過的話的 這種的紀錄 傳實物 能不能夠轉用一種理論的方式來聊天 於是就有了方法 就有了方法 大家這個方法不完全是科學的西方的方法 因為科學的西方法不碰觸這個道啊 就是這個道是沒有認知意義的 對於這個其實本質上不能用這個抽象的概念系統 來碰觸到的道 我們卻要還是要通過一個比較清楚的概念系統來談論 我們要構成一種新的路線方法 這個方法要結合了我們原來的實踐體驗 跟西方這種比較穩定的可靠的 用來有效表達了意的這個概念系統 這兩種解決 那在我們過去我剛剛說 目前的那個大概呢 比較重在這個科學方法 但是多多少少呢 忽略了你有沒有感謝的身心信念 如果沒有那你用了科學方法 那你只能夠純粹處理了語言文字 那就算不是起層轉合的文理 也只是不矛盾 不疏漏的那個邏輯之理而已 有沒有碰到我們的天理呢 可能不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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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樣一個儒學的方法 其實還在摸索發展中 所以我們上課所講的 大概也都是在這個環境背景下 還沒有真的成熟 這個現在研究所都會有那種自學方法的任何? 一個自學方法 要不然就偏於那個傳統清代國學 要不然就偏於西方科學的人 有沒有呢 碰到我們的道還不知道 他點頭叫你早上授集 指的那樣怎麼寫這個說事論文 所以真正要寫的時候 不管是法學文學能有道喔 還是你要學要寫這個意義 能更是有道喔 你怎麼能夠把這個道 真的是很有效的 用你的現在寫論文的方式表達出來的 這個在我們今天台灣的學界 包括大陸的學 坦白說 這是一個心如學方法論如學喔 這個學不是體驗實踐之學 而是寫論文之學喔 到現在還沒有成熟 大家都在莫屬 所以我也是提供一點 這個我的看法給各位參考 好 下面來是功夫論 功夫論以前當時有功夫論 可是以前功夫論基本上是反求夫妻 格論泥水能暖之之 所以老師教學生的時候也很懸 這個第一種就是 老師就把他的整個人生展示出來 一區莫屬 一區莫屬 那一種就是 這個夫子部一部 夫子區一區 就是模仿 只得皮毛 表象 裡面有沒有掌握到 不知道 清楚 那不然就是什麼呢 這個老師怎麼說 我就怎麼做 聽話 是你自己去模仿還是 老師說你就照做 怎麼這樣照做 照做有沒有對 那個王耀明也曾經讀朱子的書 說叫格物 他就去格庭前的朱子 格了七點生病 格不出所以來 那或者是另外一個方式就是 就是不用這種文字語言表象 而真的是用心來提醒你的心 那就是禪師們禪宗們的 然後他們的方式 那就是西西湖外 各種方式都有 有半喝 有牛耳 有鼻子 各種的狀況都有 學習應變 他當時候 那個老師跟學生相處的生命感應 所有的方法都用 可能只用一次 因為只針對這個學生 不能夠重新複製 那個老師需要有非常強的 那個創造性 才行 那也沒有辦法形成一種論 依然只是事實的紀錄 所以那些什麼幾個傳真錄 也讀了那些慘重的一些公案 不能構成是一種學術異倫論 當然我們現在要建構 這樣一個功夫人 不能只是魂音順順目的事實 要大體能夠呢 用連魂子表述出來 多多少少可以讓我們體力 依據的 要怎樣做 怎樣做羞眼 那麼當然馬上就結合在前面這個方法 所以我們要更強的依賴依據這個文字語言 這個概念系統的這樣的一個工具 來形成一個比較有某種 成分更高的可靠性的一種功夫論 來讓我們做聖經修養的時候 比較多少有一個路可以學 不是跟著老師瞎學 以前那個成初入完理學信樂 要很多學生就跟錯老師了 所以你的氣質啊 心情 你跟這個路亡不近的 那半天一頭霧水 你去跟豬子可能還有一點進步 可是乾脆跟路亡跟著豬子也是下學 去了半天就是不得要力 那怎樣能夠呢 讓他知道 這個你是怎麼樣的狀況 就應該選哪一條路去做這個聖經修養 會比較會有建功 這個會有效 所以這個兩個都是因為西方的學問的引進 使得我們原來的知學方法 我們原來的身心修養 有了一些新的一個可能 這個叫新無學 好 這兩個呢 是比較基本的 知道我們交代了以後呢 下面呢 就開始有輔導人 這個兩個部分呢 比較重心是落在 我自己如何通過功夫修養 那當然也是吸取前線的那些經驗資源 有效的也能夠呢 用到我的身上 讓我慢慢能夠 心裡努力的那個 那樣更加自行 讓我真的能夠能有效成為一個人 這屬於道德上的內地 之後呢 我們就要推幾期人啊 忍者哀忍 那怎麼愛 首先就是流到輔導學 這個輔導學當然我們現在熟知的是 根據西方心理學而來的輔導學 那其實我們有中國式的 儒學的 形態的輔導人 那比如說這兩個字 我們叫輪宇中日有的 這個就是以文慧的 以有詞人 我們用這種有意義的文化活動 作為媒介跟平台 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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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們可以在裡面相會 通過一起來這個研究文 一起來研究文學 可是這個意義目的在哪裡呢 希望朋友跟朋友之間 互相協助去做生命的成長 就叫一流輔人 有這個輔啊 導也有啊 導之以德 其之以理 有此且格啊 有別於導致以正其之以行 明免而無恥 那個叫法制 導致以德用生命去互換 你的心聲 有人這個感應而來了 那我們的士氣優美的文化活動的以理 導致以理 通過理來過鄉做生命的教育 就是所謂以防慧 理跟文是一樣的意思啊 推利用導啊 推起來不是輔導學嗎 當然我們的輔導學跟西方不一樣 西方是重的治病 有病療癒 我們重災呢 離病以後呢 離病以後才是真正的問題啊 我們能不能通過這樣一個 積極的正向的輔導學 促使彼此生命的成長期程 所以輔導學啊 我們也可以結合中西 原來西方的重點在於 這個幫助受傷的生命治癒 它重點落在受傷生病的 可是病好了以後呢 我們儒家的輔導學是引導健康的生命善達 想學善達嘛 就是當體善 那些人可以結合啊 你怎麼可以當作一個受傷的受念復原呢 那我們又問他到底是因什麼而受傷 他不是身體的受傷耶 他是心靈的受傷 這個受傷的受傷 我們剛才有介紹那個 奧提利的佛羅漢克 他發現是因為意義的事物 使的人活著就沒有意義 所以說沒有活著動力了 不想活了 活著沒有意思嘛 所以你要真正的療癒它 所以要幫它恢復它存在的意義感 它在想要活 因為這樣活它有意義啊 所以充分的療癒啊 其實要帶到健康以後的那個下血上 才真正的從根源上呢 讓你有命在的這個充足來療癒它的病 原來現在癌症啊 真正的那個療癒就是 提高自體免疫力 不是靠外在來要 是靠你內在的免疫力的提高 你的什麼居室細胞 可以有效去殺死那些胎細胞 你用什麼化療 律食住在 就是更精準的標靶 針對那個胎細胞去殺 可是其他細胞也是淹淹洗 淹淹洗的細胞就會 不斷的也會變成癌細胞 你永遠殺不完 因為根本不想活 所以這兩種 輔導其實是可以解鎖 你能夠呢 啟發一個心靈內在的自覺 湧現它的內在的創造力 面對它自己的生活 能夠改去而有的一的時候 定得好 這是居次的底 好 那這就是我們要講的 結合中心 這個 能量大文化形成一個新的樣子道具 所以很多年前 也在那個什麼世大的什麼 什麼 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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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那個 應該叫什麼 應該叫什麼 什麼什麼 什麼 還有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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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系 都做過叫 中國式輔導學的演講 這也是一種 系的一個 怎麼見的兩者 那個 輔仁大學 那個應用心理系 也有幾位教授 有時候中英有位 請問的 叫吳開成 他自己念西方的心理學 舞蹈學 就總是覺得 某個地方卡圖不同 他說 他一直到念了華陽明 才 忽然間破爛觀 所以後來啊 他都要他來學生念 那 我說我們中國也有心理學 中國有輔導學 宋明的理學 陳朱理學 陸王心學 加起來不是心理學嗎 中國式的心理學 他不是只研究心理現象 研究心理現象跟行為現象的 對應關係 而是一直追究到本心 你的病痛的根源是從哪裡來的 你的行為的根源從哪裡來的 西方心理學 碰不到本心 我們要碰到本心 那就是意義的生發之源 就是夢之所謂意念 人生的意義加之根源不在外 在內 告子說在外 他說在內 這個徹底地找到最終極的根源 你才能從根源再下來 瞭解一步一步的演變 為什麼會變這樣子 人怎麼會變壞 人性是散還是惡的 那如果是三個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壞事 這些壞事怎麼來的 你知道一層層的還原還原 你對一個被所有人視為十二不作 十二不適的壞人 如果你可以多說你自己的壞人 他不會變好 他會根據他最逆戰的自尊跟你看下去 你要一步步跟他說你自己的壞人 那你朋友這件事呢 人最初追溯的來自你的三年 人都想自我實現 這個初衷就是三年 問題是在求自我實現的 落實的那個過程中 不知不覺便知 所以惡並沒有根 惡的根就是善 原來所有的惡 都是你的原來的善意並學而來 就如同肚氣是從愛並學而來 所以很多人這個症症有詞說 為什麼肚氣因為我愛你啊 不然我肚氣幹嘛 我吃不幹嘛 是因為我愛你啊 但你要知道 肚氣是從愛而來 但是是變質而來 當它變質為肚氣的時候 就百分之百不是愛 你不能用肚氣來證明你的愛 剛好證明你因為肚氣所以你的愛 你就不在意 就是變質 所以我們要一一把它還原 還原到它原始的三年 原始的愛 重新帶它再走一遍 就知道你當初是哪裡查人 哪裡走錯了 現在不要再錯了 這個結果也要重新選擇 選擇那個對 能這樣以前是這樣 錯了一百次變得更多了 你應該帶它回到源頭重新走 這一百個你選錯的那個 那個三下路 重新選對 選對 選對 你就能夠走透 那個自我實現 所以你不是我 連需要這樣子啊 才能讓一個人扶起 才願意聽你 他知道哦 原來我不是懷疑 原來我的人生之路是有可能走透的 但他知道怎麼可以走透 他就有潤氣願意再走一遍 這是我們東國式的輔導學 徹底的輔導 現在西方的那個輔導 最後啊 最省事的辦法可以學到 憂鬱症啊什麼 精神慣隆症 需要就是意義在哪裡 無非就是症狀的環境 暫時穩住 可是病有沒有症狀 好像沒有症狀緩解而已啊 可是憂鬱症那些藥都有附作用 然後變成吃根 所以最好還是不要吃根 就什麼東西 我在丹大的時候啊 有一個研究生 好像上了個課 你們現在也是 還有一次就跟朋友們說 我原來有溝律症 回來吃藥 但是上了老師的課兩年 有溝律症好了 不用吃藥 這個叫自斑 我们的儒学啊 对于心理的结束之分 要说意义质量 这是最彻底的意义质量 是不是 这是我们要讲的护道学 然后才说到说 好 那个内在所谓的 这个启发心灵的觉醒 涌现了 这个心灵的那种创造的能量 原来爱得两项 一个是爱心 一个是爱因他 爱心与生俱来 人之性在 每个人与生俱来都有那种爱的之心 但是爱人的难力 爱人的难量 点点滴滴 要有后天的那种功夫修要去看法 去累积 去让它逐渐的生产出来 那 请问代表还要去开发生产 也需要在生活中去学 在做中学 这个叫世界 尤其啊 得要在错中学 人都从犯过里面呢 才有恳切的那种教训 才有那么紧绝的 才学得到 所以孟子俩就说 人恒过然后能改 他就说 人之有德 慧 素质 横存不称极 都是生病的 原来喔 生病如果好了 它会转成抗体 微量感染 会转成抗体 当然你大量感染就去 身体如此 心灵也是一样 比如说 我们要从实际的人际关系 要学爱嘛 爱就用人际关系之间的 这个要素嘛 所以我们要在人际关系里面 慢慢去学会 怎么学爱人 那哪样的人际关系 就能刺激人 产生爱能呢 就直接的 除了你的内在的继承 也无一方的爱情 因为其他都还有朋友 还有一些外在的资源 可以还原支撑 比如道义 理论 道义嘛 那更疏远的 就有更强的 比如法律 这个游戏规则 组织规藏 规范我们的行为 就是在那个最直接的 生命对生命 法律跟道义 在药警官都没有 这么靠打 所以啊 人的爱能不足啊 在情人面前啊 最容易的犯法 所以呢 我就想要发展出 把爱情犯罪的一种学会 用最新形态的新鲜学 原来宋明的新鲜学 重点在于如何正生活 重点在生活 好 就我们刚才前面说两个项目的 那真我建立以后 好像爱就是顺利成章 从真爱发出 真我发出真爱 但事实上那是源头 上面来说没错 当人的根本的自独立人格建立了 自然就会涌现 他会扁打他 可是如何爱得长 爱 爱的行为要发出 还要问结果 哎哟 爱到才算啊 有爱没有到 你的爱 事实上没有产生真正爱人的结果 跟功效 那倒不说 那只能讲成功的爱当人 需要磨练我们爱人的能力 当然也是从经验边来的 就是怎么能够让我们不要在经验里面 太过绕缺 要一再的犯错 言愿能够不二过 那我们不过才能够不二过 我们需要在 比如说在一个 一个特殊的对象 这就是谈恋爱或看情状态的最核心的意义 西方的热门不了解这里 所以只能够把那一个短暂的烂漫 触动引动的热情 把它当爱情 当那个小朋友 这样就不了解 你看 我们中国拥有这个信心学 向来善于以为会有佩服 尽得修炼 归过全善 不过我们只在朋友之间 我们还没有能够落到夫妻之间 因为我们的夫妻实际上是用礼教法规范好 那因此我们说 西方对于爱情的生活有头无纹 有一开始他们花了五百年 终于能够走往第一步 我们若在朋友 私友之道上 没有过来那种不断互相敌地 如果把它放在爱情的生活中 其实就是第二步该怎么走 就是要把我们中国传统的私友之道 全盘引进爱情生活 因为有了第一步的那种美好的浪漫情怀 会激励情人们更愿意往下面走 只是往下面那些一步怎么走 西方人不懂 那我们刚好就把友谊的内涵放进来 和爱情与友谊有美意 那我们已经准备好第二步以后了 不过我们一直没有那个头 西方有头无味 我们有味不痛 两个结合起来不就是有头有味吗 其实让西方的那种爱情啊 有了一个新的一个态度 不会结婚才会爱情的 当然这里是要实践 所以我说我大巴妹子来主要的核心的关怀 跟实践 体验 骗戒 爱情与友谊 意思就是说 我是在爱情的生活中 认真这样走了四十几天 我跟我那人结婚十十三年 对 那有经文 50岁 50岁给经文 我们有他非常多的生命对话 但是从来没有恶烟相像过一次 不是嗎 噴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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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屁肤是因為 其實都摸摸沒有辦法好說 所以就不會這樣 而且怎麼樣 非常非常多的 就是我自己的實踐跟體驗 要把它轉化為一種一種理論 這種愛情趣 所以這兩者在立伴 內在 生命內在的經驗 這兩者在於人者愛人如何去愛人 有輔導學發生致病 心理的病 有積極的去開發自己生命的愛人 讓夫妻和情人的結合 成為一個愛能生發中心 在這邊放出光 放出愛 那首先的受益人就是兒女 中國傳統的兒女不是靠愛來孕育上下 是靠大家庭裡面嚴謹的混血 不是靠愛 但是那是不夠的 如果更有豐沛的愛 孩子就有個福 所以這個傳統的五能講 老是更注重這個夫婦對於 其實就是說 我們整個的社會的倫理結構 過去是以父子倫為主軸 所以西方的社會學家 稱之為父子軸的社會結構 所以以父子關係為主軸 可是以父子關係為主軸 核心本身其實是權力的承傳 所以為什麼要同時遞長子 要接班 權力因為是大家庭 那現在小家庭 是以夫妻關係為主軸的倫理結構 我稱之為主導倫理 我稱之為主導倫理 以前父子關係為主軸 成為主導倫理叫孝道 由孝演生主軸 我們現在呢 也轉換成以夫妻關係為主軸 它就不是個權力結構的概念 而是愛能生發的概念 這才是符合從孔子開始 中華文化的性格 就是以動力為本的這個文化形態 相對著西方是以結構為本 結構為本就是知識為本 知識結構 然後落實下來成為體系的結構 制度的運作為主 但是我們中華文化來講 本質上就是以動力為本 動力就是心靈內在演現出來的創造力 或者說愛 所以這個才是真的要回到這個孔子 就是儒學的根源 也就以經所謂的君子之道造端夫婦 當然原來的夫婦是皮膚皮膚 那我們也可以轉手為就是夫婦之道 就是夫妻相愛之道 所以為什麼它會成為信心學最新型態 由正真我更發展它叫正真愛 你的愛是要正的 不只有愛心 愛心與生居然不算 但是有幾個人能走到地上 走到地上不夭著 就因為有愛心與愛難 好 我們最後 比如說 維護現代人 因為這個文化的失落 現在出現了什麼問題 兩句話 第一句 是高自尊 低自信 現在因為民主開放 每個人 年輕人自我意識都很強 所以現在孩子很難教 學生很難教 兒女很難教 因為自我意識很強 但是沒有相對強的 內在的自信去支撐 結果沒有脆弱的自覺 很容易受傷 動動的發飆 爸媽稍微講他兩句 他就衝去月桃樓 學生也有 所以有時候 當老師當服務隊的時候 我愛想一下 你別以為很普通 他可能就衝去月桃樓 高自尊 低自信 第二句話 有愛心無愛難 所以有愛心 尤其落在愛情上 因為社會開放 不再開示愛情 所以現在愛情 不是成年的專業 孩子 不只是青少年 念專業 小學一二年就開始有了 我兒子 現在已經快四十歲了 他當年念小學的時候 念小學的時候 就已經有這些事了 他在小學畢業的時候 紀念冊上同學 都寫了兩個星 祝你更是誰 勇於愛和 這已經是 應該是那個 快上去年前 這已經是無數 班上還有他喜歡的女生 偷偷告訴我們 但是絕對不可以告訴我們 說出去 否則我們什麼都不告訴我們 所以各位也有這樣的體驗 現在那個小學在裡面 心情安安 就是風氣已經打開了 但是他們懂不懂得 怎麼談愛情 所以現在的中小學老闆 那關懷你班上 所有孩子的男情生活 而不是方便 尤其現在已經男女合校 男女合班了 又不准學生談戀愛 這是誘人入罪 如果你是反對他們談戀愛的 你就應該 男女合校 男女合班 你又合班了 又不准談戀愛 你什麼意思 所以現在當老師和父母 要趕快來學 怎麼處理愛情問題 因為小學就開始了 好 我們今天就說到我們這個 其實這個四個單元四講 是一個學習講一講的 所以應該是兩年分享完 所以這個學習也是方法的 下學習也是功夫的 當然最好各位四個學習都學到 好 當然演藝人都沒有問題 演二人可能演二完 然後就學科同學完 不必再去 你還會有無所回答 但如果你有情緒 演上來就有回答 哈哈哈哈哈哈 演成你很正常 演藝人的演藝人 有沒有想要學習 愛情导師 有一些想要來的 不行 我們在 我們循序進行 你一定要講 啊 我想要聽愛情 愛情 後來輔導論也可以啊 不行啊 現在課程都已經開出來 叫做 哈哈哈哈 我們今天要聽到五分鐘 現在是15分鐘 我們還是下禮拜 下禮拜是五點十分 我們不需要買什麼書吧 暫時不用 如果要買就買參考書 你們那麼想要 那先買我一本專門談愛情的書 因為愛所以也很不一樣 那老師要先談愛情的書 是嗎 我們先自己念 老師可以宣傳愛情的書 老師可以宣傳愛情的書 不行啦 現在已經成定看了 老師可以看得超強 生活要有彈性 好 好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